主播会客室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 新竹市税务局的副局长 黄桂梅 黄傅作 欢迎傅作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111年度使用白照税开征的相关事项 好 欢迎傅作 傅作刚才已经有讲了 他今天就是要来提醒大家 就是110年度的白照税开征了 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缴费期限到什么时候 还有预期缴费该怎么办 接着预期缴费会有哪些罚则 另外税务局今年 也一样有推出送华礼的活动 那等一下傅作都会一一来告诉大家 一开始我们就先请傅作来跟我们 大家讲缴费期限到什么时候 好的 那今年的选用白照税 已经在4月1日开征了 那我们交款书已经在3月22日 全面都寄发出去给各位纳税医务人 那我们今年的缴费期限 一样是在4月1号到4月30日为止 那因为刚好今年4月30号 刚好遇到了星期六 那原本应该是要递延到星期一 也就是5月2号 那那天刚好又遇到劳动节补假 所以也就展颜顺延到5月3号礼拜二 那因为我们如果预期缴费的话 将会有支纳金的罚则 那因为今年支纳金 因为税务基针法有修正 原本是每于2日加征1%的支纳金 那因为刚好遇到税务基针法修正 为免于3日加征1% 也就是说我们最高会加征到10% 那就是30天过后呢 也就加征到最高10%了 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一定要在缴费期限里面缴费 是的 要不然一定会被加征支纳金 那到时候呢 你的荷包就会大损失哦 对 就是假如说也是国民应景的义务 在期限内就把它缴费是最好的 而且今年还延迟了3天 是的 好那如果民众拿到假款书 他们的缴费方式有哪些 好那其实民众的缴费方式 我们非常多元 那除了说民众他最喜欢的方式 就是一般都会拿到银行去缴纳 那特别注意的是到银行缴纳的话 邮局一定不可以缴 邮局不能缴 对是邮局他不会收 那其他的代收银行都会缴 那你可以拿现金或者是支票 去银行缴纳 那另外如果说你的缴纳金额 可能是3万块以下的话 那你就可以到超商去找 那像Saven啊 全家啊 这些都可以找 那再来就是你也可以使用ATM 或者是你使用信用卡也可以 那再来就是你的活期 储蓄存款 账户可以用转账的方式 再来就是晶片金融卡也可以做转账 那再来就是我们还有推出一个一化缴税的方式 那一化 很流行 是很流行 对 一化缴税 那像说你可以用行动支付 或者是电子支付的APP缴税 那这个呢就是像台湾Pay 现在电视上都有在广告台湾Pay 再来就是EDPay 爱缴费 或者是橘子支付 或者是说你用BB缴 一卡通 这个都可以用来缴税 再来就是我们非常贴心 在我们的税单上面 也有印QR Code 你可以直接扫描QR Code 就连结到缴税网站上去缴 这也是一种方法 所以越来越多元化 那傅蓄你刚才讲到那些ePay 就是像是在线上缴费嘛 是 好那是 那可以拿到银行缴 或是ATM缴 或是在便利超商都可以缴 是的 那万一就是说 我遗失的缴款书怎么办 那遗失缴款书 那也没有关系 其实你可以跟我们 寻行补发税单 那补发税单的话 其实非常的简单 一定要本人去吗 当然不用哦 我们除了说 有些人是习惯于到我们税务局 或者是说直接到监理站 我们那边也有住 监理站的服务柜台 他们习惯于拿到税单缴纳 就直接去那边拿了 就直接去那个银行找 那另外就是说 其实也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税务局来申请补发 比如说打我们的5225161转零 分机零 我们的客服中心 或者是说我们的免费服务电话也可以 0800-000-000321直接来跟我们申请补发 我们就会寄给民众 所以收入局这边会再重新寄发一次就对了 是的我们会重新寄发 那如果说真的 我就是没有收到 那不用缴款书可以讲吗 可以的 也是可以 对对对对 观众朋友特别注意一下 是的 如果说你没有缴款书 其实也不一定要缴款书才可以找 我们现在还有提供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的话叫做线上查缴税 线上查缴税非常的简单 只要登入网络申报系统下面的 线上查缴税服务 那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加车牌号码 是 那就可以直接查询到你应该要缴多少钱 那直接在上面使用线上缴税 你也可以用那个我们的信用卡 直接输入信用卡后 那就直接可以缴完税了 非常方便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 现在的那个便利商店非常的多 那它有一个叫做多媒体资讯机 就是人家讲iPhone 对对对 非常的方便 是你直接在iPhone上面 一样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加车号 直接列印出小白单 然后到柜台去 零柜缴纳就完成了 对啊现在非常方便 就是多元申请然后多元缴费 对就是让民众可以很便利的 完成缴费的动作 是的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民众非常喜欢 今年还是一样有推出送好礼的活动 有的有的 对就是要 就是要鼓励我们民众要早点去缴税 是是是是 好那附座来跟我们讲 今年的好礼活动有哪些 好那我们今年一样有举办 找缴税找安心的抽奖活动 那我们为了鼓励民众 就是赶快把税单税款缴纳完成 不要到时间到了 然后又忘记了 对啊 又要罚款 是的 下一行 赶快缴一缴哦 所以我们在111年4月15日以前 就完成缴纳税款的民众 或者是你有使用线上查缴税啊 行动支付啊 或者是扫描我们税单上的QR Code啊 或者你去多便利商店多媒体资讯机 练义出小白丹缴纳 或者是你是采用转账纳税缴纳 这些方式缴的人 都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 那我们的抽奖活动 今年度准备的奖品非常的大 我们有一万块会抽出一名 最大奖 最大奖 对对对一万块一万块 是不无小补啊 比如说你的税可能只有7000多块钱 以小扣车来讲的话 可能就7120 那你想你又抽中一万块钱 对 今年就是免费 对啊 就是免费啦 还有一点点 这问题帮你缴了 还有一点点那个车马费 一点小缺幸 对啊 真的耶 是 这算是大缺幸的啦 不是小缺幸的啦 那另外就是还有200元的 250名 那这个也是一点点一点点的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感觉 反正都要缴了 对不对 那另外我们就是还有鼓励民众 我们采用便利的一化缴税的方式 那我们就是有一个体验里的活动 那这个的话呢就是二则一 那二则一的话呢就是 我们直接呢在用一化缴税管道 就我前面所讲的啊 比如说你用APP缴税啊 行动支付 或小缴QR Code 线上插缴税 那你只要画面结录下来 或者是你不会用也没关系 你接到我们税务局 我们会有同仁协助你 那就直接出示画面给我们看 那我们就会送你咖啡提货卡一张 来就送哦 对 只要你用这些方式 找到的话 我们就会送提货卡一张 对 而且像很多人都是一化的 对 很多很多 那再来就是或是你直接呢 出示刚刚一化缴税管道的画面给我们 那再来就是你再多捐一张云端发票 那我们就会送你一张50元的超商商品卡 对 那因为数量 都是不无小不无耶 对对对 就一点点的 就是重点就是要4月15号以前 讲嘛 对不对 那就是 没有 这两个不用4月15号以前 真的吗 这只要有 只要有 缴背就好了 对对 只要用这些管道缴 就可以了 那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结束 例如说我缴费期限到5月3号嘛 对 那这个活动也是到5月3号吗 还是你们会延后说 原则上我们知道 我们就是5月3号以前会结束 可是因为我们的数量有限 对 有可能我在4月10号就已经结束了 因为已经送完了 对对对 对所以如果民众有 而且今天大家听到这个马上去缴一缴 对对对对 如果有兴趣的话 赶快就是用我刚刚所讲一化缴税的方式 然后呢 赶快到我们这边来跟我们兑换 要不然数量真的有限 一个是250份 咖啡券只有250份 那商品提货券呢 只有200份 所以民众要赶快把握住 把握机会 反正就是要缴纳期限 5月3号以前把它缴完 对对对 那再来就是如果用一化缴税 也赶快来跟我们对领 不要一直等到5月3号 可能已经没有了 对数量换完了 就很抱歉了 对 那再来就是重点了 是 万一没有讲 那刚才都讲好康对不对 刚刚要讲说 万一你延迟缴费 除了说会有资纳金以外 是 还会有哪些罚则 好 如果你是忘了缴税的话 那在资纳期满结束以后 是 你车子还继续在道路上面行驶 然后又被我们查获的话 那除了说你必须要缴交本税以外 你还会被处因纳税额一倍以下的罚款 也就是说假设你应该缴720 720 对 那你没有缴 那到时候被我们查到了 除了缴720以外 另外还要再被我们处罚720 也就是720乘以2 对720乘以2 一万五了 对 那再来就是我们为了维护租税公平 我们也会去加强查气这些 没有缴税的车辆 那查气的方式就是说 我们会去勾集全国的停车格的资料 或者是说我们用固定式的 这个车牌辨识系统 然后去查气 那只要你们被我们查气到以后 你不管你是使用公共道路 或者是说你是开车停车 停车使用的话 这个都算 所以我们都会被我们处罚 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真的忘记绞 一定要按时去绞纳 不要忘记绞了 好 处罚很重 复作我这边再提 就是再提问一下 就是刚才你有讲说 一倍以下的罚款 对不对 好 那我可能我被抓到了 是 那我也没有再去缴 那我之后又被抓到 还是说它最高就是一倍就这样子而已 你就是要把它缴掉 它不会再上去这样子 原则上就是我们会先处一倍 那后面可能你又再被抓到 对对对对 我就没有缴 我就是不缴 对 万一我又被抓到 你已经就是不缴 还是说 原则上我们就是会先处一倍 那到时候我们会是情况以罚 那我们的法务科那边就会去审理 然后是情况 看是不是要再加重处罚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 对啊 这样听起来是还蛮 对那个罚款还蛮重的 那你就又到了明年 你还是要缴啊 对啊 要缴 不管怎么样都要缴 反正我们会一直追缴 追缴 追缴到你把它缴完为止 是的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副作最后有没有要提醒我们的 那所以医务人 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些 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事项 好 OK 那我大概提醒两个事项 就是说假设你没有收到税 你车子一直在使用 可是你却没有收到税单 或是你发现你收到税单 你的税额是不是全期的 像我刚刚讲 可能你的小客车是720 每年都缴720 可是今年怎么只有缴5000块钱 那这时候你可能就要注意 有可能你的车子是因为 你没有去定期的检验 而被监理站帮你注销了车牌 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先去监理机关问问看说 我是不是车牌有什么样的问题 是不是被预检注销了 那这时候你就去监理站问清楚来 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处理怎么办 到底是要重新验车呢 还是要重新领牌 这时候你确实才可以再重新使用 要不然如果被查到的话 会处一到两倍的罚还 处罚非常的重 那另外再来就是说 我们配合税政基增法的修正 那它有关于退税请求权的部分 有修改 如果是纳税医务人本身 自己因为适用法令的问题 有一脚税款的话 那我们现在呢 原本是五年退税请求权 那延长到十年 那如果是因为政府机关的错误 而有一脚税款的话呢 那原本是无限期 那现在就是缩短为十五年 那因为我们使用牌照税 它的课税期间是每年的 一月一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那你这中间有可能你的车子 是因为你有报废 或者是你有因为停死 或者是因为你有住校的情形 有一脚税款 那这时候要注意自己的权益 一脚税款就我刚刚所说的 你的一脚税款的退税请求权 是在十年内 那所以一旦有退税请求权的发生 就赶快来跟我们申请 不要过了十年后 再来主张说 我有一脚税款 那这样这时候可能就是 就会非常抱歉 可能退税就没有办法 领到手这样子 还是要提醒民众 一定要讲到期限以前缴完 以免受罚 这相当的严重 刚才有附罪 有跟我们讲的很多的 其实算是法律上的一些尝试 所以观众朋友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好我们感谢附罪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附罪 谢谢 好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刘淑芬 我们下次见